一讲到漫画 往往被人觉得流于容逐 偏偏《风子海》的作品 皱眼看下平凡 当中所描绘的小人物和尋常事 总是能够触动读者心灵 甚至受名家追捧 由现在到十月初 在香港艺术馆举行的 《有情世界!风子海的艺术》 专题展览 每一次过展出 几百幅《风子海》的真迹 规模是历来最大的一次 其实《风子海》的漫画 我们不可以用今天流行漫画的概念 看它 其实《风子海》的作品 绝对不是漫画那么简单 因为它的内容很丰富 而且它是用毛笔画的 这是几十年前很强的特色 从人生的大道理 到我们生活的琐碎 从家事、国事、天下事 包罗万有 但它也用一个很平易近人 深入浅出的方法表现出来 这次的展览分为两部分 二楼的展厅 提为《护生护心》 展出《风子海》的北生著作 由浙江省博物馆 首次借出的《护生画集》 《护生画集》 以日常事劝介我们 要有爱护万物之心 提醒人只是天地的一份子 提倡生命平等的普世价值 《画集》共有四百五十页 是《风子海》一生的艺术精华 这次精选其中一百页 当中更加包括《风子海》的恩师 李叔彤 又名《宏一法师》 在画策上的《亲不提字》 四楼的展厅 就以《人间情味》为题 里面的二百多幅作品 包括来自《风氏后人》 以及本地收藏家的珍藏 我们这次《人间情味》 这个专题厅 特别分为了很多不同的主题 包括有童心、家庭乐、憑情 抗战或者互生等等 大家可以一起去看看 他不客所画的 一些我们很熟悉 但是不起眼的小人物 一些我们会忽略的小故事 他经常说 艺术不是崇高的学问 不是知识分子的专利 艺术是对美的追求 是法治耐心、源于生活 不可以用钱买得到 是自然流露的产物 其实《风子海》 和香港甚有渊源 香港人多年来 保留了不少他的作品 香港从来都是国内 很多文化、历史、艺术保护的地方 因为随着近代施的动乱 很多物质、文化、遗产都来到香港 以《风子海》为例 香港从来都有一群人很喜欢他的作品 我们所谓有一群风迷 例如小诗、盧偉链教授 蔡兰先生、奇迷记先生 他们都有收藏他的作品 和推广他的技术 和文学作品 在展品里看到一幅画 叫做《无条件劳动》 这幅画画画 有些小朋友在做一些东西 搬桌桌子等等 他们并不会用功利的角度 去做这个动作 而是用一个游戏 用一个兴趣 和追求的意义 我们对于今天的社会 是否用功利的态度 去看自己的工作 小朋友他们就不会了 所以就算成年人去看这张作品 也让我们反思一些人生的道理 《风子海》所推崇的普世价值 力久尝身 21世纪的今日 一批香港资专设计学院的学生 将《风子海》的漫画 制作成动画和电子书 来一次新旧互动 你又怎样可以错过呢? 香港艺术馆 亦特别征印了两本图鑑 囊括今次三百多幅展品 更以每页一幅编制 极具收藏价值